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算全台所有人给我打低分 你也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你是我朋友 白杨 你不光不懂节目 你也不配有朋友 你气死我了 接着有这种人 郝老师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在综合测评中 排名垫底吗 因为有人给我们打得最低分 这也太恶毒了吧 谁啊 白杨 白杨 我听他们说 你在综合测评的时候 给读本好书打得最低分 是 你竟然真的这么做 为什么 读本好书 内容单一 表现手段也很僵化 如果是在六七年前的话 观众可能会接受这种说教师的节目 但是现在完全不行 我的节目追求都是品质和内涵 你那是自我陶醉 白杨 我说的是实话 好吧 就算你说得有道理 你完全可以私下单独跟我说 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 我跟你说过了 但是你很自信 觉得你的栏目没问题 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 前些天我还跟你聊过呢 那是你对我有偏见 打低分的不止我一个 大家都对你有偏见吗 就算全台所有人给我打低分 你也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你是我朋友 朋友不就应该说点真话吗 难道你希望我天天对着你阿谀奉承 然后眼睁睁地看着你的节目 拉低整个频道的节目质量 都不说句实话 不要你不光不懂节目 你也不配有朋友 老欢 我的快递吗 都给你先收了 哦 谢谢 我给你下单了一些补气血的东西 我给你下单了一些补气血的东西 等到了之后呢 你记得每天要按时喝 请摸掉的号码 最十五的机器 请稍后开播 sorry